就是說 我這個相關的講義 一樣是放在雲端 所以你們回去的話請各位 記得就是我剛剛講那個雲端的 這個講義位置 那我是放在這個雲端白板這邊 記得以後所有資料都放在雲端白板 那基本上我會按照順序放 01 02 03 04 05 一直往下 那越後面的單元難度越高越複雜 所以我逐一的把它這樣放 那基本上我是有一個順序的 我會幫各位先從那個簡單的 慢慢再到進階的 因為我看有些會微調一下 有些太難了 我想說不然先調到後面 不然一下講太複雜的東西 我看很多人應該會陣亡 那循序漸進的 有些東西其實你會的很快 就真的可以把問題給解決 就像剛剛那個開放資料 如果你假設徒法鏈剛來做 其實方法很多 可是問你哪個方法是最直接最簡便 然後可以把一個問題快速做出來的一個方法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SOP 以後就一二三四五六 這樣就解決問題 那不是很開心嗎 就是可以把一個流程給簡化 不用記太多 因為說真的沒有人喜歡 記一大堆東西的那個 這個什麼 一個 步驟 然後它功能 所以這樣有很多功能 你也記不太多 那麼多嘛 所以我們 最重要的是 像我的習慣是 越直覺越好 就是你順著你的直覺 你就可以把一個事情做出來 好處就是說 你需要記憶的點就非常的少 但是前提你需要理解 所以有的時候使用工具 我個人習慣 理解代替記憶 這樣好處就是你不用廢太多東西 馬上很直覺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所以回去的話呢 我剛剛提過 你們可以先從開放資料裡面找 然後找一下吧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 現在的政府開放資料其實相當的多 那我剛剛是打關鍵字 打個竊道 OK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竊道 我想要找別的 我有興趣 沒關係你可以自己找關鍵字 都OK 那如果不找關鍵字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上面有個資料集 你也可以按照什麼 按照資料集去瀏覽一下 你會發現 點下去之後 全部 有沒有 資料集這邊有個全部資料集 然後呢 它會顯示出來 第二個的話 我的習慣是 按照什麼 按照 像是 中央機關 有沒有 總統府它有開放資料有 559種 至於哪些 你們自己看吧 立法院 行政院大概兩萬六千多種 最多耶 OK 那其他還有各地方機關 那哪一個縣市開放資料最多呢 看起來好像那個桃園真的是 後期之秀耶 哇 47883喔 不過啦其實量是一回事喔 開放的值是不是很好 你可以看一下 不過我之前的印象是 桃園市給的資料都很 那個裡面的值有點怪怪的 其實有些東西好像給的東西喔 不太OK 另外的話呢 除了說分那個中央跟地方之外 還有它幫你分類 比如說呢 它分成什麼呢 這個什麼 政府統計 支出 預算 還有性別 性別的內容是什麼 不知道 你們有興趣可以自己看一下 或者是說按照服務分類 那服務分類裡面喔 其實 最多人比較有興趣是什麼 像是跟投資理財有關的 有沒有 跟股票啦 跟這個什麼呢 跟那個保險啊 跟一些相關金融的產品喔 其實上面都有揭露一些公開的訊息 還有匯率裡面也有 OK 那你們可以自己找自己有興趣的 甚至喔 實價登錄裡面也有沒有 有沒有 購物裡面就有了 那你可以針對你有興趣的那個 資料去把它塞出來 然後去做一個 你需要的一個統計分析 因為你如果拿別人的喔 真的有的時候你想看到的那個資料 就沒有呈現 像 內政部的那個實價登錄網站 我覺得做的就很陽春 好像有些資料 奇怪我怎麼樣都查不到 OK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要自己透過原始資料 自己去把它撈出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就可以比較有多一點的彈性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別人看不到的訊息 也許你就可以透過 你自己的方法可以把它撈出來 那這樣不就感覺 就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嗎 OK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其實也是一種大數據分析的一種方法 那底下的話呢 還有什麼檔案格式 那你會發現喔 為什麼我要特別介紹 剛剛有提到的就是說 三種格式 第一種格式喔 就是CSV 那主要原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因為開放資料裡面喔 它的佔比 四萬兩千一百二十七種 也就是說啦 開放資料裡面喔 有用到CSV的 哇 有四萬多種耶 所以光這四萬多種喔 你要來練習 哇 那就真的是練習不完了 OK 然後騎士的話呢 算是後期之秀 因為這個 那將來呢 除了給一般人使用之外喔 其實很多時候是給 怎麼講 給一些裝置 比如說電腦要去抓 或者Server要去抓 或者是一些行動裝置啦 就是說呢 會有所謂的API的需求 應該各位有聽過API吧 比如說可能客戶說 你給我一個API我要串 那這個時候意思就是說 請你提供一個Jetson的一個來源 也就是說你 他需要就是丟給他一個Jetson的一個網路來源 然後呢 他可以抓到之後呢 他就可以在他的那邊做一些處理 比如說他想要跑一些結果出來 比如說在手機上跑 你只要提供給他 他可能手機端 也許喔 就自動匯出圖 就變成一個Dashboard 那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樣可以 產生一個Jetson 那Jetson這個格式 就是他又是怎麼樣的結構 OK 那我如果遇到Jetson的話 我應該如何處理 甚至最好是說 你將來可以自己建一個 你自己的一個API之類的啦 如果可以的話 那將來這些問題 也許就不是 不是怎麼太大問題啦 那最後還有一個什麼呢 就是XML OK 這應該也蠻常見的啦 所以將來 如果在網路上喔 如果假設人家提供給你的這些格式 那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會先挑 也許先從CSV開始 然後我會先挑裡面喔 可能我自己覺得比較有 應該是 大部分我挑都挑比較熱門的吧 所以如果你假設喔 你自己想找的話啦 你甚至可以找那個CSV有沒有 然後點擊進來之後喔 你可以按照排序 上面不是有個排序對不對 那我的習慣是喔 找那個瀏覽次數喔 從瀏覽次數多的到少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瀏覽次數多 那表示這個資料是大家最關心的 甚至是下載次數啦 有沒有下載次數多到少的 那可以從這個做一個排序看看 有沒有 然後了解一下哪些是 大家最關心的議題 然後你做一些統計分析 出來我想 比較有一些 這個怎麼講 大家的關注度啦 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瀏覽次數為什麼多到少得到的結果喔 第一個居然是宜蘭縣的停車剩餘資料 這個我都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這個會是最多人瀏覽的 不過根據我的經驗喔 是每次去宜蘭都不知道停車停哪裡 然後呢 停進去之後喔 跟你說的費率 是你沒有辦法理解的一個費率 有沒有 我知道你們有沒有那種停車經驗 真的很多是不太open的 會跟這有關係 我不知道喔 你們可以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另外的話還有像什麼台電啊 還有像這個什麼中央政府 還有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常有興趣的 就是股市的開盤 收盤價跟那個月平均價 OK 這個其實也都有在這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按照自己比較有興趣的這個資料再去找啦 其他還有像Jason 像XML 這個我想自己再針對不同類型的資料去做練習 像Jason的話最多好像 浏覽次數最多是這個 各鄉鎮市的人口密度 所謂人口密度就是說喔 哪邊的 住的人最多最擁擠啦 不過答案應該大家應該都知道啦 猜應該也可以猜出來啦 你到哪裡就覺得感覺哇 到處都很很擁擠很塞 壓力有點很大的感覺 或者是說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喔 好像已經不是台北市了 台北市的人口密度好像都慢慢往外了喔 現在好像記得最高應該是哪裡喔 中永和吧 好像中永和的是全台灣人口密度最高的 另外一個的話其實還有 還在調整耶 甚至其他新北 好像桃園慢慢也成為後期之秀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房價太高了 所以大家都往外逃 像最近好像我發現就是那個 剛剛講那個什麼 A7 A8 A9 那就是林口啊 哇林口人口也是增加 這幾年增加兩倍耶 好像從幾萬啊 從6萬突然變成12萬耶 所以難怪會塞車 常常經過那邊 就感覺哇奇怪 怎麼一整天都在塞 塞的有點莫名其妙 另外還有哪裡 好像那個青浦那邊也這樣 每次高鐵 我想說高鐵以前印象都沒什麼人做 就沒想到現在都滿滿的 尤其是那個做到桃園的人最多 後來發現原來有很多人 每天搭高鐵上下班 然後我聽到年輕人想法 與其這樣子 我剛才搭高鐵上下班 我買在台北的錢 我都可以做一輩子都做不完了 而且其實台北到桃園的票價 其實如果買月票也沒有很貴 欸這倒也是耶 把高鐵拿來當捷運做 欸這也不錯喔 OK 而且每天坐車的心情是舒服的 不然每天跟人家擠公車 對不對齁 怎麼會舒服 可能時間都差不多嘛 大概二十幾分鐘嘛 那如果你搭公車也是二十幾分鐘 可是人家是搭高鐵 對齁 你是搭公車 欸 對齁 其實 所以清浦最近年輕人滿多的 我發現路上好像大概都二十幾歲年輕人 OK 這也是一種指標啦 那其他還有像常見的像這個什麼 空氣指數的這個品質 AQ 這個AQI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它點進 點進去齁 那你可以看到他這個 Jackson的格式齁長什麼樣子齁 他一樣會給你藍位 不過你會發現喔 哇他給你這麼多藍 應該少說應該有二十藍吧 可是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可以把它擴滅掉 欸所以喔 假如未來齁 你希望可以把你不要的藍位去掉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齁 那你可以看到齁 雖然說他是被分類在Jackson那一類 但是齁 他其實好像三種類型都給你 有沒有 可是他為什麼會只分在Jackson 如果搞不清楚他這怎麼分類的 好嗎不管啦 反正他好像三個都有 那如果你想知道Jackson齁 其實你可以把它點擊開來 檢視資料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資料下載網址 在這裡 點擊開來 欸各位可以看到 什麼叫Jackson的格式齁 其實就長這樣 他的外面通常是大瓜葡 然後裡面的話會有一個欄位名稱 就是在帽後前面就是他的key 後面就是他的value key value key value 有沒有 然後他基本上就是 這個大瓜葡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key 就是他欄位名稱 然後他放什麼資料在後面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是一個中瓜葡 這個有夠混亂的 有沒有 然後中間下一筆資料呢 就中間加豆點 加豆點 而且 你想說老師 那這個怎麼跟Excel 完全是沒辦法想像 所以會有一個第一個問題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Jackson資料喔 能夠 轉換成像我們比較 平常理解的像Excel的這樣的表格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這個是一個第一個面臨到 如果將來你客戶端給你一個是 欸好啦 我們資料都在這裡喔 給你一個Jackson OK 哇 你看到就傻眼了 對齁 以後資料都在這裡喔 你就自己去抓吧 對齁 那如果你假設沒有抓的能力的話 你可能就 OK 跟各位講齁 其實像這個東西齁 也不需要說從頭看到尾啦 像我自己個人習慣齁 我會先用一個工具 先把它變成簡單一點 就是有點像圖形化的工具 可以馬上把我需要的東西 撈出來就好了 那至於怎麼撈比較簡單齁 後續我會教各位相對簡單的方法 那我不會叫你們 傻傻的自己從頭看到尾 看到真的是吐血 因為之前我看坊間的書籍也好 或者是網路上的影片也好 都是教你分析這個裡面的結構 哇 看的真的是頭暈腦脹 那我的習慣是會用另外的工具啦 那個工具喔 其實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一二三應該這個 Json 這邊這個就Json Json格式 會入 這當然有相關的說明 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什麼叫Json 然後我會先用 PN2.5當範例 然後這邊會說明一下 這個結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那會用一個格式化工具啦 這個工具的話叫做JsonEdit 不過可能還是要學一點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檔案長得很莫名其妙的 這樣子 你可以Ctrl A Ctrl A就全選 然後Ctrl C就複製 複製完之後喔 我的習慣是直接把它貼到 貼到 貼到它 這個叫JsonEdit 的 左邊 把它全選 Ctrl A Ctrl V 貼上 蓋過去就可以 然後呢 直接 切到它的叫Tree Tree Tree的話呢 就是可以把它變樹狀圖 抓到你資料所在的位置 不過我發現它多了一個功能 叫Table Table是不是可以把它變表 它好像有多一個功能 那後面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找到 它資料所在的那個 那個Key的名稱 叫Recourse 所以我把那個Recourse裡面 所有東西 通通都爬回來就好了 這邊看你要爬哪個資料 就可以爬取得到了 只是說這個細節部分 我想我們後面呢 會再針對 Json的格式 再做細部的說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管回去可以先 針對那個什麼 雲端白板上面的應該是01 總共有第三個吧 就這一個 這個叫 賄賂 這個 Json 以 Excel 賄賂這個 資料 抓取開放在裡面 就是 第二個單元 就是賄賂 Json 格式資料 相關什麼叫Json 我想 各位如果有興趣 自己再爬一下 其實相關的資料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你找一下那個 就是 Google 應該也都有答案 甚至我是建議 不知道各位應該有用到 Charge GPT吧 甚至我發現我現在都不太喜歡用Google 因為有了Charge GPT之後 我都很喜歡 就是問一下Charge GPT 請問一下 這個 Json格式是什麼 好了 你就是類似這樣 他要回答你 我覺得有時候他回答的 比Google到的結果 還要更有趣 我覺得 就是 趣味性好像比較比以前 Google好像還要更有趣 所以我覺得 Google 危險 有沒有 如果Charge GPT 他再把它弄得 更完善一些些 可能以後大家都說 你Google一下 你Charge GPT一下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應該大家都知道 那個Charge GPT 你可以打那個網址叫Charge 大概可能你跟他先註冊一下吧 叫Charge 有費用 Charge 然後點什麼 點OpenAI 他網址就是 點OpenAI.com 那Charge GPT 實際上就是 OpenAI這家公司 的一項商品 那因為被微軟公司給看上了 微軟就 很讚 馬上丟了10億美金給OpenAI這家公司 成為那個最大股東 所以微軟現在 佔OpenAI這家公司 的股份 超 好像 好像49%啦 可是也是最大股東 所以 現在當然 他的最大的那個 老闆其實就是 這個這個 微軟 你們可能要登錄一下 如果沒有 你可能就是用了Google帳號 他好像可以 這個連動 我看 我這邊 就是我註冊一個 你們也可以在這邊 直接問一下 那個 就是那個Charge GPT 我覺得還蠻好的 他會自己跳 他把答案跳出來 而且感覺就有那種 talk的感覺 因為你問一個問題之後 他還要思考一下 他會 登登登 他一直跳跳跳跳 然後感覺好像他正在思考 然後突然他就把那個字慢慢吐出來 就感覺好像你在真的在跟一個人講話一樣 那所以未來那個Charge GPT 如果他可以把它包裝一下 不是只有文字 可以把它包裝成一個 有一些圖 有一些動畫 有一些影片 感覺就會 真實的有點類似像一個機器人吧 一個AI的機器人的感覺 OK 這個我想 也許請各位 可以再試試看好了 就是這個地方 我剛剛提到 就是 在雲端白板 這個資源裡面 除了說那個 匯入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這邊有 CSV JSON 還有XML 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可以先稍微預習一下 稍微知道一下 那個Charge GPT 這個我想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玩玩看 因為現在 我看這個話題實在是太夯了 好像新聞也一直在報導 然後很多那個網路的網紅也都會趁那個流量 連那個不相干的也來一個Charge GPT 真的我發現 所以後來我覺得這個好像真的成為一個話題耶 因為連不相干的人都在討論什麼叫AI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你不知道AI都不行耶 對齁 應該有聽過這個東西吧 只是說 你有沒有真的去做過 那其實最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我太太她要寫個報告 然後我就跟她講 欸 Charge的點 OpenAI.com 然後呢你就把問題打給她 請幫我寫一個500字的什麼什麼什麼的報告 結果呢 她真的寫出來了 而且寫得還很棒 OK 所以喔 以後可能會有很多大學生寫報告的時候 就是用這一招 是嗎 對 如果有規定要用Charge GPT 就是不行嘛 禁止 不是 她是要她們一定要用Charge GPT去寫 她每個人寫出來都一樣啊 就類似啊 沒有 其實她還 她會 她的資料的收集還是 有時候你還是覺得她不是很有邏輯 如果你真懂那個東西的話 對 她其實我發現 你問她同樣的問題 每一次的答案也都不見得完全一樣 對 她可能你每次問她問題 她給你的結果都不同耶 因為她授集的資料 每天資料都有新的啊 那她去統計的時候 就是會隨期的給就對了 對 OK 所以這個也許啦 也是可以當成是一個一個 我覺得你將來如果要知道一些東西的話 可不可以試試看Charge GPT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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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